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最近一年KT Racing賣得特別好的Big Tita 然後這一台呢是渦輪版 那車主有來試乘過來後面那一台 試乘過紅色那一台之後呢 這一台也是一模一樣 一樣是Big Tita渦輪版本 那今天的改裝的配件呢 有KT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然後前後的加大碟 還有來電片 前後的來運片 還有輪手電寬器 什麼是輪手電寬器呢 就是這一塊 前後呢都是15min的 那避震器呢已經裝好了 後面的話呢 是配置3公斤 這個是一般道路版本的 是配置的3公斤的 哈囉葉大俠下午安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是配置3公斤 那防塵套的部分 這也介紹過是全造式的防塵套 它能夠把軸心呢 全部做一個保護 所以這是KT的專門開模具的 後面的全造式的防塵套 然後這是後面的筒心 筒生可調的 那後面的加大碟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後面呢 因為BigTita 是做內骨外疊的方式 內骨外疊 所以後面的加大碟 是採雙片式的 所以中間這個呢 跟外面這個是雙片式的材質 這樣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比較不容易變形 第二個它的整體的重量 會稍微比較輕一點點 這是後面的加大碟 但是雙片式的價格呢 成本也會稍微比較高一些 這是因為輪胎的話呢 是17吋的 所以搭配的就325 把17吋的最大尺寸能安裝的規格 做到最大 那輪軸電管器 因為原廠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原廠的鋁圈規格 它的ET值好像是40幾 還是50幾 自己的車都有點忘記了 看一下 應該42 原廠的話是17吋 是6.5J 然後ET值的話應該是45 45 所以它的鋁圈 通常都說得滿裡面的 那輪軸電寬有什麼樣的好處 第一個當然穩定度會變 會變高啊 因為寬度變 輪軸的寬度變寬了 所以它的穩定度一定會變 會變得比較穩定 這一個的視覺的效果呢 也會比較貼近葉子板的部分 所以視覺的效果也會變得比較好 那Big Tita的輪軸電寬配置 其實最大可以做到前15後20 那車主的選擇是跟我們的試乘車都做一樣的規格 所以選擇的規格就是前15後15mm的 這個都是15mm的 那輪軸電寬器 一般會 車友會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會危險嗎 這會不會危險 其實這個在很多的比賽車啦 甚至是水尾車輛上面 都有電的比這個寬的比比皆是 那為什麼這個強度是ok的 因為啊 它不是把螺絲加長 如果把原來的螺絲把它做加長之後呢 這樣的強度呢 可能啊 可能就比較會有疑慮 但是呢 它是原來的螺絲所在這裡 用一個轉接座啊 它整體螺絲長度並沒有加長 所以它的強度 並不會因為這樣 把Space的電出來之後 就有所不一啦 所以它的強度的話 都是無庸置疑的 很多的甩尾車輛 甚至遇到最電到最寬的 應該有電到大概 8公分 10公分吧 有的做爆龜 就一定要得電到這麼多 所以 這個強度的話 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 所以遇到問題是 這個是什麼才子 這個是6061的鋁材 也是鍛造的鋁材 強度上的話 也都很ok 然後這個是後面的加納點部分 前面的加納點 因為現在正在清洗 等一下要做安裝 因為加納點的話呢 會有一些防鏽油啊 所以要先把防鏽油的部分 先把它把它排除 來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為什麼看起來 會有會有一點點這個 髒髒的油漬齁 其實呢 我們在安裝加納點啦 或者是多國賽卡前呢 會有一個正常的SOP工序 就是把哈姆轉這個 做上面的鋁 把它拋除之後 再上一點防卡性 它上防卡劑之後呢 才不會有不平整的狀況 因為鋁的厚度 這個鋁的厚度 其實也是一個會影響到平整度啊 所以我們把鋁拋完畢之後呢 就上這個防卡劑 上防卡劑呢 就能夠延長 第一個使用的壽命 第二個整體的平整度呢 也會比較好 哈囉熊媽吉你好 熊媽吉是我們KV避震器的中區的行銷商 如果有興趣 對產品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機箱商做聯繫 這個是前面 BIGA TIDA的 前面避震器 前面是配置6公斤啊 那這個是整體的油管 ABS感應線的掉下 這個是原廠離載串 這個呢 有一個油管固定位置 這個都是 以照原廠的位置一樣 不用再鎖任何的束線帶 那BIGA TIDA呢 真的也很謝謝車友們的捧場 我們BIGA TIDA 真的專銷售狀況還不錯 那最棒的方式是什麼 最棒的方式就是我們KT 在台中的工廠啊 在台北 還有在雲林齁 都有實際安裝的 TIDA的試乘車 可以供車友來試乘 避震器齁 問我們好不好做 一定是不夠客觀 所以就是比較建議 車主呢 來試乘看看 來體驗看看 覺得滿意 再把BIGA TIDA列入考量就好了 這個是前面 因為車子有點高 我爬上去好了 可以吹 不用不用等 這個是BIGA TIDA的上座部分 KT BIGA TIDA 其實都有附上座 因為上座 相似TIDA 其實最早的前一代的話 應該07年就有了 如果用一段時間呢 上座其實也差不多快 快顧上 所以如果很多的品牌 都是沒有附上座的 那沿用原廠上座 其實整體的壽命呢 就要用一段時間 會比較有疑慮啦 裝上去之後 如果有問題的話 是KT BIGA TIDA的問題 還是原廠上座問題 就比較難理清 我們的BIGA TIDA都有附上座 這個部分的話 比較特別的部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呢 是阻尼調整的部分 KT的避震器呢 不只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也都能調整 這個是阻尼調整 是從引擎蓋打開 來這個運擎蓋器 渦輪版的 鞋子打開之後呢 就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阻尼調整 順時鐘 像我轉這個方向 阻尼就會變硬 逆時鐘 就變軟 這一共呢 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這個是軟硬 高低都能調整的部分 這是渦輪版的TIDA 這台呢 1.6 然後渦輪配上CVT 原廠的動力未改的話 是185匹 市區真的非常非常好開 這台車 這台車的NA版 最近變速箱好像有 還蠻多車有 遇到有點狀況 但是渦輪版的變速箱的話 跟NA的不一樣 渦輪版的到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聽說過 有任何的 災情 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 這個是 來臨片也改好了 來臨片也改好了 然後 後面的調整機構 就是在這裡 它並不是靠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整體的高度改變了 自從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呢 變長之後呢 它的車高就變高 整體 這個機構 提供機構 說到最短 車高就是最低的 今天的車高呢 車主是預計比我們的試乘車 還要再高個半指幅左右 所以大概等一下降下來 輪胎的上緣 到這個葉子板呢 大概會有三指幅的高度 左右 是預計要降下來的 側高 那BIG TIDA 之前我們在YouTube上面呢 有介紹過了 還蠻方便的地方是 來 BIG TIDA的阻尼調整 就是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 維修孔呢 把它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從這個維修孔裡面 做軟硬 做阻尼的調整 不用再拆內裝 非常非常方便 這是TIDA 車系啊 從前一代第一代 到現在為止的 i TIDA 都是一樣的設計 在阻尼的調整上面 非常方便 前面也都是不用拆任何的內裝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車主就可以隨自己的需求呢 來做軟硬的調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拆下來的 的碟盤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後面 後面的碟盤 這個是前面的 前面的碟盤 他的盤徑呢 原廠都做了稍微小一點點 他改裝之後的盤徑呢 就稍微大一點 前面大概快裝好了 這是前面的加大碟 那盤徑的部分是325 325mm 大概32.5公分 就是17吋呢 做到最 最大的規格了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碟盤呢 因為盤徑加大了之後 他的整體的平衡 就顯得比較重要 在這個地方 拇指指的這個地方 這裡這裡就有一個 有一個是 會做平衡 他整體會做平衡 這個是平衡的切削 所以這個前面的碟盤 其實都有做過 一般會做 一般是說法 是做Mylance的 就做平衡 Balance 這個是前面的 也是一樣 加了 加大碟 然後也是電了15mm的 輪軸電管器 等一下這個都還會在 實際上扭力 扭力的話大概100到110左右 這是右前 電器都裝好了 現在只有剩下加大碟的部分 等一下滑通箱呢 也會特別在做保養 在做檢檢檢查之後再安裝 這個是原廠來電片 這是目前要裝上去的 準的改裝的來電片 這是避震器 這台車目前都還是原廠的 並沒有做任何的改裝 那目前今天改裝的 就大概四樣東西 避震器 然後加大碟 Spacer 還有前後的來電片 其實這樣的基礎改裝 對一般的車主來說 就很夠用了 除非是有馬力 有在特別 EC有在 EC有在 特別寫 把增壓子寫上去 或者是 開車比較激烈的車 才有需要改到 多火塞卡鉗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 為了視覺效果 那一般來說 這一台的煞車 其實原廠的 我自己開起來 就覺得還不錯 所以 稍微改裝一下的話 像這樣改個前後加大碟 其實 就還蠻夠用的 因為馬力其實也不大 大概185匹而已 所以 這樣的改裝 都還不錯 來電片的選擇 就還蠻重要的 OK 那今天 等一下 大概安裝完畢之後 就會 就會試車了 試車之後 還會再做車高的微調 所以 大概今天的 直播 大概簡單到這裡 今天的介紹 是 BIG TIDA 渦輪版的 渦輪版的 BIG TIDA 大概賣的狀況也銷售得很好 有時候聽個紅綠燈 就可能像 像那個小繪師一樣 那 渦輪版的 呃 據零上的統計 大概 大概是 BIG TIDA裡面的 只有占一層 因為車價比較高 大概90到95萬上下的車價的話 其實 選擇 也會比較多一些 像是 這個價格區 區間帶的話 Focus Focus 的1.5渦輪 其實動力也差不多 但變速箱的話 PowerShift 就比這個 CBT的 還要來的 反應還要來的 來的快一些些 好 OK 那今天的那個 BIG TIDA 渦輪版的 安裝直播分享 就到這裡 如果 大家對產品有任何的疑問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 跟我們的粉絲團的小編聯繫 這個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大概到這裡 OK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